那我来介绍一下电机工程系 很多人觉得电机系未来是不是要当水电工 当时我也这么想的 但是其实并不是的 电机系它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他会学习IC设计 然后绿能5G AI 他学习的领域是不是很多宅男呢 电机系男生很多 然后我们很常需要用到电脑 因为我们很多作业啊 或是我们专业技能 都是要透过电脑去做学习的 然后因为男生比较多 所以我们男生也比较爱打电动 所以看起来比较像是很多宅男 但这不代表女生就不适合读电机 其实对数理有兴趣 然后不排斥这数理的同学 我觉得就很适合读 女生他们在有些地方 他们会比较细心 在写程式啊这种地方 女生就比较占优式 所以我觉得女生也很适合读电机 那我们电机系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我觉得电机系最主要的特色在于 我们可以不用马上决定要钻进的领域 我们在这整个大事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每个领域都去学一点学一点学一点 那你可以就是慢慢去学习 然后再找到你未来对哪个领域比较有兴趣 那我们电机系在学什么东西呢 硬体就是可能我们在一台电脑里面 键盘啊 CPU啊 或是我们所看得到的这个东西都叫做硬体 软体它是虚拟的 就是可能称写程式啊 APP啊 这些都比较偏向软体 那任体是什么东西呢 它可以算是硬体跟软体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接着我要来分享我们电机系 名字电机系的三大核心的部分 我们有分电力组控制组 还有通讯组的部分 那电力组就是可以分成能源组跟电力电子组 这个组别上我们比较会学习的是硬体跟任体的部分 那控制组的地方 我们它就是比较偏向写软体AI啊 然后去控制机器人啊 或是机械手臂 这个组就比较偏向软体的部分 接着就是通讯组 那通讯组它就会去学习如何去设计天线啊 然后光纤跟无宣传输也都在这个组别会去学习的 那我在讲仔细一点 电力组到底在学什么呢 那现在特斯拉很新奇 那在特斯拉里面的电池 我们可能在电力电力电子组 我们会去学习电池的充方电啊 然后它的测试它的稳定度 然后它的健康度 整整整我们都是这个在我们电力组会负责的 然后MacBook的充电器的那个编压器 我们也会去学习如何去设计它 这都是我们电力组在比较负责的地方 那控制组AI机器人 然后影像辨识 然后写程式 就是比较偏向写程式去控制东西的领域 通讯组它在学习的就是 如何去设计天线啊 无线网路 然后5G啊 然后通讯晶片 讯号处理也都是在这门 呃 这个组别在学习的 那我来一个举例 用个无人车 电力组比较负责的是它的 电池的部分 跟一些马达控制的部分 那控制组比较负责就是 智慧控制 智慧驾驶的部分 它可能比较偏向软体的部分 那通讯组在学习的地方就是 多媒体传输 透过蓝牙 透过5G啊 多媒体传输 这可能就是通讯组在学习的地方 好 那我来简单介绍一下电机系4年的课程 我们一二年级的时候真的课程超级多 真的很忙很忙很忙 那大三的时候我们整年会去攻读 大四的时候就比较会轻松一点 那我来介绍一下 大一简单的一些课程 首先是城市设计 那我们在这门课上 我们会学习一些它的一个城市的概念 然后韩式 然后我们最后会去上级练习 那很多人会听到C++跟Python 它的差别在哪里呢 那C++首先它是一个比较严谨的城市语言 那它的开发阶段会比较慢 但它的优点在于它的城市效率是比Python好的 那Python它是比较容易入手 它会比起C++没有那么严谨 那它的开发阶段也比较快 然后现在很多AI都会使用Python写的比较居多 所以它的模式也很多 那从哪个语言去入手呢 那我建议如果你是电机系的学生 从C语言开始入手 因为C++它是比较严谨的一个城市语言 所以你一旦学会C语言之后 你再学习任何语言 你会比较容易上手 然后如果你是非电机系的同学 我就觉得你可以从Python 因为Python它学习会比较容易 所以你的成效会比较快 然后如果你对AI大数据有兴趣的同学 也很适合就从Python开始入手 那我认为这个程式设计这个东西 是人人都要学习的一个工具 因为我们可以从中去练习我们的逻辑概念 特别是电机系的同学 我们不能自动硬体的东西 我们很多东西是需要透过软体去控制硬体的 所以我们要把这程式也是要学好 然后接着就是PLC实习 我们在生活上的运用是很广的 机器会按照我们所规定好的顺序去运行 例如自动化洗车机好了 你当你按下按钮的时候 洗车机会开始动作 然后洗车机会开始喷水 然后再去洗你的车 然后再喷水 然后再帮你把它烘干擦干 那这整个过程就比较重复的过程 这个就可以用PLC去写 那可能在很多工厂 自动化工厂 他就会比较需要用到PLC 那我们在正门科会去学习 然后微处理机实习 他就是我们会去撰写一颗MCU 让他透过软体去控制硬体 达成可以去控制一些八段显示器 然后一些跑马等等 就是达到我想要的结果 那我们在大学常学了这么多理论 但我们应用会比较少 那我在学习理论上 我会觉得 就是那些数字那些东西 我会觉得很无聊 但是学习应用 就会比较有趣好玩一点 在这门课 老师不会只单单叫电机相关的领域 他会教我们怎么去创业 然后怎么去控制机器人 然后怎么去画3D图 考证照 都是这老师会去辅导的 这练义出来之后老师会教我们怎么去做市场调查 然后怎么去做行销 那通讯实习就是我们在通讯的理论课上学了很多讯号 那也学了很多讯号的处理部分 那我们在这通讯实习会把那些讯号模拟出来 然后去学习怎么去处理它 就是比较偏向实作的部分 那我们大三整年就会去公读实习 一年 整整一年 那在大学生活 我最值得分享的就是美国公读的部分 我真正达成了我的梦想 然后去美国体验了很多不一样的世界 然后也学习独立 那这也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那这我在后面会再仔细分享给大家听 那大四的课程 这红色标起来的就是我们的必修 我们大四就这三门课而已 那理由在于其实大四很多人 可能有些人被当啊 然后有些人可能修的学分不够 那可能你就可以在大四的时候去弥补 然后我们大四还有专题要忙 所以我们必修会比较少 那如果你还是想要去修很多课的同学 其实还是有很多选修可以让你去选